丞相外出一年,妻子怀孕六月,丞相说,辛苦了,被耻笑千年。 读历史,您是里,大家好,欢迎订阅本宫八历史。 如果我们研究牛人的历史,会发现所谓大牛,他们从小并不招人待见,所有人都不认可他,都嘲笑他,打压他,不过正因为如此,才能最终成就他。 我们今天讲的历史人物是杨国忠,他不是正面人物,但是有一定的启发性,因为他从小也是个不被家族瞧得起的孩子,在整个杨家,最被人看不起的就是杨国忠,然而这个人却左右了圣唐时期的朝局。 成为当时政坛上呼风唤雨的人物,杨国忠年轻时候嗜酒,而且豪赌,在三十岁以前他是无业状态,家里人都看不起他,后来他去四川投军,很快被授予官职。 但任期满后,杨国忠又回到贫困状态,好在这个人情伤高,懂得抱大腿,他抱住当时豪强贵族的大腿,在那里混吃混喝,最终看能不能混个衣冠半职。 杨国忠没想到,他的苦难很快就结束了,终结他的苦难的是一个女子,杨玉环,这个女子是整个杨家的骄傲,因为美貌而进宫,又因为美貌而成为唐玄宗的贵妃。 一人得到鸡犬升天,杨国忠从此飞黄腾达,与之一起享受富贵的,还有杨氏三姐妹。 插个题外话,关注小编,后期会分享更多相关内容。 欢迎订阅。 好了,言归正传。 当时得宠的权臣是李林甫,有好多人嫉妒他,他们看到杨氏一家有得宠的迹象,就想联合杨国忠,对付李林甫。 张筹坚穷竭力推荐杨国忠,为了让杨国忠在皇帝面前刷点存在感,他白送了杨国忠价值一百万的四川的特产,然后由杨国忠护送特产进宫。 杨国忠,皇帝一看很高兴,觉得杨国忠能办事而且忠心耿耿,就赐予他官职,让他自由出入宫境之内。 杨国忠也趁机推荐了张筹坚穷,而且让杨玉环帮忙一起推荐,让这个人也得到官职和利益。 杨国忠以前叫杨昭,为了八戒玄宗,就说金刀犯了陛下的忌讳,有利刃,怕对陛下不利,求陛下赐名,玄宗深以为然,赐名杨国忠。 杨国忠从此飞黄腾达,不仅担任了监察御史,还一路飙升刀御史,身上一共有十五个职位,在朝廷中风投不亚于李林府。 杨国忠得到圣宠后,一开始还兢兢业业,跟李林府里户外应,将朝政把持在自己手里。 后来看国家风平浪静,干脆过起了富贵的小日子,他奢侈堕落,一致千金。 比如竞相比赛装饰马车,他就用黄金、翡翠、珍珠做装饰,十分奢侈。 杨国忠不但贪污腐败,而且陷害朝臣,尤其是对太子李亨屡次陷害,让太子跟他的矛盾越发激烈。 他在京师设立推院,大兴文字玉,陷害文臣,又激化了和文臣的矛盾。 其实杨国忠也很愚蠢,他只要一时的爽,却全然不想后果。 当他势力不够的时候,为了巴戒李林府,他上窜下跳跟太子找茬,还充当太子党羽进行活动。 为的是诬陷栽赃太子,最终目的是讨好李林府。 当他得宠后,气焰高涨,就想打压李林府,用同样的手段陷害李林府。 结果安史之乱爆发后,安禄山第一个政治借口就是杨国忠,他要替君王铲除这个大奸臣。 这个旗号立即得到响应,让大唐差点因此完蛋,这全是杨国忠的罪过。 因为杨国忠是个大奸臣,百姓十分痛恨他,所以一旦他遇到什么倒霉事,百姓总是特开心。 在一些史学著作里,也体现出这一点,开源天宝仪式,记载了一件事,很是神奇。 让杨国忠被百姓耻笑了半天,这件事是他的老婆感应生子的事情。 在唐朝年间,江浙地区发生洪涝,唐玄宗派遣杨国忠前往治理。 杨国忠去了整整一年,一年之后水灾才有缓解,他的妻子就是当时的一个铭记,两人成亲之后非常恩爱。 杨国忠的妇人本来就是妓女出身,能使什么好货色。 因此,就趁杨国忠不在家的时间与别人偷情,回到家中后,他的妻子却告诉他他怀孕了。 已经六个月,杨国忠一直没有想清楚其中的时间关系,于是杨国忠问妻子原因。 他的妻子回答感应怀孕,声称在杨国忠离家几个月的时候,太过于想念杨国忠。 杨国忠每天日思月想,有一次醒来,发现自己怀孕了。 杨国忠虽然一无是处,但是脾气却是好的,当然也可能是气管炎。 因此杨国忠看到妻子的肚子大了,第一反应不是给他一巴掌,而是让自己的妻子对自己解释一下这是怎么回事。 杨国忠的妻子说,自从杨国忠离开家后,他就夜夜想念丈夫,因此每天做梦的时候都梦见他,在梦里与杨国忠缠绵,后来时间久了就怀上了孩子。 杨国忠听后非常高兴,信以为真,认为妻子是因为太爱自己了,所以才会怀孕。 杨国忠听闻之后,十分高兴,且深信不疑,在儿子出生之后,杨国忠赏赐其妻子很多金银财宝,并在家里设大宴,招待宾客,来庆祝自己儿子的出生。 不过现在科技这么发达,也不再是封建社会,我们因此也知道所谓的感应怀孕不过是古代人的借口罢了。 这事也成了当时老百姓的笑柄,但是杨国忠却深信不疑。 天保十年,七百五十一年,杨国忠上任金兆尹不久。 岁城基推荐自己的老友和党羽先于众通为贱南节度使,并命其率兵攻打南兆,结果大败。 士族阵亡六万人,南兆头富吐蕃。 接着,杨国忠又请求第二次发兵攻打南兆,玄宗便命令在长安、洛阳、河南、河北各地广泛招兵。 杨国忠派遇使到各地去抓人,把他们带上枷锁送到军营,父母、妻子哭声遍野。 玄宗之所以如此信任杨国忠,除了取悦于杨贵妃之外,主要是借以牵制李林府的专权,同时为取代已经衰老了的李林府做准备,终于在天保十一年,七百五十二年,十一月。 李林府死后,玄宗派命杨国忠担任右乡,兼文部尚书,叛使赵旧。 杨国忠以待遇使生到郑宰相,身兼四十余职。 杨国忠任宰相期间,两次发动征南兆、云南、战争,因水土不服遭遇战力,军告失败。 两场战争,给少数民族造成灾难。 杨国忠为了笼络人心,结党营私,选拔官员为亲和排班论备,致使选官质量下降。 关中地区发生水灾,造成恶严重饥荒,玄宗担心庄稼收成不好。 杨国忠找来好的庄稼给唐玄宗看,说是雨水虽多,但是庄稼没有受到伤害。 从此没有人敢汇报实情。 杨国忠任宰相后,官吏贪毒,政治腐败,宁愿沸腾。 七百五十五年,安禄山发动叛乱,讨伐杨国忠。 七百五十六年,同官被迫,长安危在旦夕。 玄宗和朝中大臣决定逃往四川避难,走到陕西新平县。 天气炎热又累又恶又渴,将士拒绝前进。 此时杨国忠的政敌太子李亨等想借此除掉他。 散布叛乱是由杨国忠引起的,杀了杨国忠就可止息叛乱。 有二十多名吐蕃使者拦住杨国忠的马,向他要饭吃。 饥渴的士兵立即将他们包围,大喊,杨国忠与土方谋反。 进军骑兵张晓静。 一箭射中了他的马鞍,杨国忠逃进西门内,军士们蜂拥而入,将其乱刀砍死。 杨国忠最终也被陈玄里用计杀死。 而且是用低级士兵用刀砍死的,这个死法,对于丞相来说应该是非常耻辱的。 但是杨国忠也是最有应得的,怪不得谁,你们觉得呢? 唐朝自立国以来在选择宰相的时候都甚之又甚,这些宰相人品参资不齐,有圣人当然也有人渣。 但是无一例外的是才能都无可指摘,就连李林府这样的坚定小人那也是能力非凡。 但是杨国忠绝对是最得不配位的一个,而其后果无疑是灾难性的。 史书中,唯尊者会将安史之乱的责任都推到杨国忠的头上。 但是提拔杨国忠这样一个能力明显不足的宰相的李隆基应该负什么责任呢? 如果你也喜欢历史,觉得内容对你有所帮助,记得顺手点个订阅。 你小小的订阅永远是我持续写作的动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